下面继续下一局啊 这一局依然是由八神月对战BZ 双方还是克里斯 上一局八神月终于是觉醒了 看这一次还要不要再觉醒一下 落地滑步 啊到本边 接下踩下踩再来一个后抓 众手前进手再死连上一套 然后使用个必杀去进行狂退 哎快速闪现之后又被连上一个下轻角 八神月这一局彻底凉了吗 哎下踩 下踩接后抓 众手前进手再连一下 啊带走 哎呀 现在继续到下一局 下一局来看八神月的第二个角色了 我们来看大门 看大门这次能否再次得到一个很好的爆发 跳自己直接进行枪杀 哎大门跳地距离过远连不住 现在大门给他一个超大外哥 继续上里头 里头上残角 跑跑过低天地反继续吸住 然后下边头上服接摔 头上服接摔一个十连 大门见身想抓 克里斯 哎 犀利的闪了出去 大门现在继续寻找机会 快速闪身 快速闪身之后跳地复工 双方又一向上 来看大门继续跳地残角 压制起来 哎 克里斯厚厚前前的 寻找一个爆发的机会 钢CD钢一下 克里斯想突破大门的防线 哎呀 他还是终于突破了 一个超必杀技 哎呀 上挑一下 上挑两次 重拳出击接后抓 重手前倾手滑步 必杀起一阵狂推 上条空中 并没有一再接壁 来看大门背 这一套制裁 已经胜血不多了 又中了一个跳CD 看来又要出巴神了 现在直接中了一脚 这一次真的要出巴神了 第三场来看巴神月的 暴走巴神 大家期待已久的巴神又来了 哎呀 小跳影跳 来看跳地风空 没有压住 看巴神再在寻找下一个机会 跳地压制 下不轻腿 快速闪身 中招一挠 也没有挠到 哎呀 就这个生龙 也太可惜了吧 巴神强反八只女 穿三应该是穿三不了吗 难道说我一来 他就要穿三吗 嗯 下不轻腿梦谈 葵花抓捷连上 葵花再起清远 恩导在地 葵花三是八只女 穿三是不可能了 这一套连过去 对手已经不行了 落地消风抓住之后 葵花清远 恩导在地 结束 看看 这个巴神反三的气势 我感觉还是有的 反三的气势还是有的 下面来看下一局 这一局看King 重手带逃 没有压住 后撤一下 经营玫瑰压起 没有连上 来看重拳再出击 圣龙确认 啊 跳臂不空 King再次闪了出去 巴神还是不断的用小跳镜 虚黄现在又来一个暴气 看这一次暴气能够抓到机会啊 抓到机会也是给他爽一把也可以 哎 挑递下半径腿 经营玫瑰熬到 八神葵花清远 恩导在小跳百合者 没有破防 哎呀小跳百合者现在真的是不行了 真的是没有什么效果了 小跳百合者 现在强反 哎 来一个超臂 超臂葵花清远 恩导在地葵花再接八只女 巴神又来了一个爆发 一个大的爆发点 地坡小方一把转入天堂之言再揍一把 炸 炸到外面葵花反手再给他一个清远银 就这样把King再次拿下呀 双方又来到第五局 巴神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血了 只剩下这么一点点血了 我们来看 能不能拿下丽安娜呀 还感觉有点小小的危险 丽安娜丽安娜并没有选择强攻这一次 你看并没有选择强攻啊 这个圣龙如果不中的话 那就直接玩了 幸亏打中了 后车半远斩 巴神在在寻找下一头突破点 你看丽安娜就是不给你攻啊 还是特别的贵 就看你巴神敢不敢攻了 套路特别的深 哎哎 没有血了 一招一招的点你 来看巴神想百合者破防是不可能了 现在 杠一下cd 哎小跳毕竟弓跳cd 一把抓住到板边 来看巴神能不能跑抓一个 哎又用小跳百合者击击切 巴神也不挤呀 哎 紧神就想抓跳c破防 这个有点太快了吧 变个关注再走呗 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